主打数名选总统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被爆出失业期间 曾经购买了7200万的豪宅掀起了争议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更加码爆料 当年韩国瑜夫妻要求业主台肥借他房价两成的款项 执意是动用特权来施压 而总统蔡英文则是利用陪立委跑行程的联访时间来回应 他拿了追踪器事件 反酸韩国瑜指控的个资泄露疑虑 兔子但是胡萝卜怎么说 交小朋友认识图卡 总统蔡英文展现十足亲和力 还和格魁苏珍昌的女儿立委苏巧慧一起说故事给大家听 蔡总统积极走访地方 顺势为区域立委站台展现政绩 只是对手国民党的韩国瑜深陷买豪宅风暴 还反指控个资被外泄 背后动机不单纯 国家机器介入我这个事情 这样的讲法确实是要有证据了 那大家不要忘了 他前一阵子还有追踪器的问题 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 最近的事件跟数据的形象是有些落差了 蔡总统已过去韩国瑜自爆车上被装追踪器 但事件后续进展不明回酸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则则是在加码爆料 韩国瑜夫妇疑似曾要求业主台肥 借他房价两成的款项 质疑动用特权来施压 韩市长你有没有开始找人去瞧 找政治人物去施压台肥 就借你一千四百多万 就是大概房价两成的钱 不要说一般庶民做不到 就算权贵买房 都没像你韩国瑜这么厉害 绿营炮声隆隆 前行北市长朱立伦则是笑看豪宅案 觉得韩市长大概购屋的功利很低 一下短短两三年就亏了两百多万 我们只能多了一个笑他的理由 就是说买个房子 结果又付不起房贷 然后最后两三年就亏了两百多万 还蛮惨的 说还好他两年多就卖了 三年卖了 不然的话如果现在卖 搞不好亏更多 敏感时机 总统参选人一言一行被放大检视 韩国瑜主打庶民形象 爆出豪宅黑幕 也成为工房话题 记者中不倒